你是没看到今天那个场面 那真是太刺激了 就跟拍电影似的 这么厉害 那当然了 今天那个叫什么 王泽那个设计师 头上气得直冒烟 就跟这包子似的 还有那个 对面那个什么老板 气得直接走了 估计是觉得太丢人了吧 吃包子怎么能不蘸醋呢 不蘸醋是没有灵魂的 来 今天啊 是我这辈子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一个下午 那跌宕起伏的 那就跟那蹦极似的 紧张刺激的呀 坚持了 感谢老天爷 我这运气真实 你这不是运气 是你有才华 说实话 你这次的设计 真的很不错 莫关脸 谢谢你啊 我这次的灵感 还多亏了你 你就是我的 最强辅助 你就像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指引我走向人生巅峰 不过这次我们去图书馆 可以找到能够帮上你的书 真的很开心 啥也不说了 干一个 来 干 干 干 什么 河漫 雨步 好凉快啊 樊花凉 冰淇淋啊 还有人跳舞呢 不行啊 换个地方 咱们继续 必须要一醉方休 小心 坐 坐 坐 你呀 已经一醉方休了 我没醉 我酒量可比我哥强多了 每次都是他先喝醉的 但是 你酒量 好像是比我好一丢丢 但是也就那么一丢丢 就那么一丢丢 你哥 你忘了 就上次租房子骗你钱那个 我哥 他虽然有点贪财 演技有烂 但是他绝对对是个好人 你这是在夸你哥吗 虽然所有人都不相信他 但是 我觉得 他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大明星呢 真羡慕你啊 跟你哥的感情这么好 你弄木瓜脸 你就没什么兄弟姐妹 没有 没有 没有也挺好 起码 不会被自己亲戈壳 要不要吃冰淇淋 要不要一起跳舞 跳舞 来 带你体验一下退休时候 走 让我靠近你 隔着山河海的距离 这一步跨过去 我不信走不到甜蜜 让我拥抱你 平常所谓爱的意义 这一次不抗拒 你也不忍心 也不忍心